随着社会的发展,女性的地位已经得到了显著的提高,无论是在政治、经济、还是文化等领域都有着她们忙碌的身影,如今的女性已经顶起了社会的半边天,但是在封建男权社会当中,女性多是作为男人的附属品,在家中相夫教子,也许在我们现代人眼中这样是非常不公平的, 而在过去却很少有女性反抗,也很少有女性在封建社会中成为佼佼者,不过武则天却是一个例外,武则天,年仅14岁就入宫成为了唐太宗李世民的才人,但是一直不受宠,后来到李世民的儿子唐高宗李治即位后,武则天又成为了李治的皇后,并深受皇上的宠爱,由于其出色的政治能力,当唐高宗患病时,武则天就带其 处理政务,并做得十分出色,唐高宗驾崩后,他们的儿子李显和李诞先后几位,但后来又都被废除,天首元年,武则天称帝,改国号为周,于是一旦女皇就这样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之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,武则天登基后做出了许多贡献,在政治上他执人善任,发展科举,为国家选拔了一大批人才,在经济上他重视农丧, 清姚伯父,农业与手工业有了显著的发展,不仅如此,武则天在文化上颇有造诣,他自幼聪慧,书法造诣颇高,对于诗文也十分擅长,书道做诗,他一生中做了很多诗,其中有几十首都,被收入在全唐诗中,武则天十分欣赏有文化的人,尤其是女子,他听说在再宣画府 有一对姐妹,姐姐十三岁,妹妹九岁,她们小小年纪就十分聪慧,文采颇高,并且美名传遍了整个宣画府,甚至传到了京城,以至于武则天都知道了她们的美名,所以武则天对她们的文采十分好奇,派人将她们传入宫中,看一看是不是像传闻中那么厉害。 当入宫的两姐妹颇有出生牛犊不怕苦的勇气,在见到武则天时也不惊慌,所以武则天对她们十分欣赏,于是带她们在宫中游玩,在经过一个荷花池时,看到一位和尚在摘花,于是出了个上帘让姐姐对,这上帘是,和里荷花和尚摘去和人带。 姐姐在思索了片刻后给出了下脸,请您寻贤轻音谈给轻额听。武则天听后夸奖了她一番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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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